他们俩就真的超nice的 你知道吗 他们就每天都会带各种咖啡啊 蛋糕点心在现场 我拍这部戏胖了十斤 胖了十斤 跳起反观的观众朋友 我已经比从前的李小峰胖了十斤 太可怕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到后来我们就是在现场就是真的瞎吃瞎喝 我开始从家里带红酒来 然后他开始点大披萨 是这么大的哦 要不就是各种盖饭 然后各种鸡蛋灌饼 然后炒冷面就皱黑啊 就疯了一堆 就跟我们平常陆超访一样 但是陆超访我们中间休息的时间很短 但是拍戏因为总下来歇 一会儿就五分钟就回来歇一会儿 一会儿五分钟回来歇一会儿 就是这样 我太想去拍戏了 听到了鸡蛋灌饼 你大不是演员都不吃东西的吗 那是在接戏之前 他们是骗子 他们说拍戏之前不吃 一旦签了合约记住 你们就开始吃了 反正前了 没有 我觉得这不是导演有问题啊 他不会制止吗 他的监视器里面 他自己也吃啊 导演吃啊 刚才那个披萨标上就有一个是导演吗 但是他后来他有一天我们拍到后面 我已经有段时间胖了真的不行了 然后要那个接戏的衣服是那个紧紧的勒在身上的T恤 然后拍完了之后他就找那个服装过来很严肃 我说干嘛 他就在看服装说那个 说那个这个是不是死街的 后来服装说也不是那么死街 说给他加件外套吧 已经没法干了 那你也是一 你在戏里面演怀孕就无所谓啊 可是那个不是怀孕的时候啊 不是 樱桃那你也是属于一吃就会胖的人吗 也会胖一些 而且那段时间可能就是你也没有时间锻炼 要运动就会好很多 涂松岩是运动是吧 我是之前运动 但是我就像你说的 我是属于那种一吃就胖 就吃多少都反映在脸上那种 我就亏着哪儿也不能亏着嘴那种路子的 但是干这行没办法 所以得控制 涂松岩一看就热爱生活 而且他喜欢做手工 穿过珠子 对吧 对对对 穿过珠子 但是上次我还有一串特别好 然后我自己还做皮具 他这手工皮具很值得 皮具 还没有吃到一个 你这个袋也是 表袋也是自己缝的嘛 有意思吗 这个动作 很有意思啊 有的时候我戴着这个表 看着我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那个感觉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它是有生命的 真的 我会跟它有交流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挺好 那我可以现场跟大家展示一下 交代我们拿了一个半成品 外面看过的方案 这特别像定节的 他俩一看就来买的 然后 我再骗了他一个呢 对对对 就你过的 你拍戏的名音 对对对对 因为这个皮具挺讲究 都是因为它是要有手工的 对 我们表袋上的这个恐惧 跟这个恐惧就不一样 这个恐惧是因为它 这是个刀鞘了 我以为你做的是鞋子的一面呢 它不是都是个刀鞘 然后它会恐惧会大一点 会5毫米 像这表袋的是3.38毫米 一般的都是像欧洲的一些大牌的那些皮具 都是这种 这是蛇吗 这个是蟒皮 对 蟒也是蛇呀 来 小心 动了手 好久没干了 李仲慎是在做手工的 是吧 李仲慎老师是做琴 手工极的 对手工极的 太牛了 像这样 然后它这样缝出来的线 它会 它会 比较平整的在它的这个孔缝里头 对 会挺好看的 包括这个用什么线 用什么颜色的线 更好看 跟这种皮子的搭配 这些一定要动打蜡的 对蜡线 你说它这个缝几个小时 也是一种修心养性的 对 对吧 就脑子里就放空了 什么都不会想 人最怕没有爱 我们就多爱花钱 对 婚姻定制 让我看一下什么 对 对 来 这个 使劲 没问题 知道 然后这一只 跟它保持90度 两个手捏住 把它拉出来 为什么要保持90度 怎么拉 它是一个 一个标准的流程 这样好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你手上肯定有油 油 有油 所以 我的好顿 然后 这只手把它捋过来 这只手不能松 对 这只手把这两根线捋过来 这根线再穿过去 同样一个眼 同样一个眼 还是这个吗 对 还是这个眼 我手有油不好听 对 没事 手下油还挺多 对 对 对 看它弄得挺容易的 好 来 抽一下 两边对 两边同时 哎呀 你挺专业嘛 两边的力一定要用一样 这样两边的那个松紧度会 会 因为我学过采访 所以有一点点接近 对 哎呀 现在男人又做饭又缝东西 樱桃不行吧 什么呀 缝东西什么都不行吧 怎么样 这么专业的不会 皮子不会 当然我以前爱绣个花什么的 但是没有把它弄成 就是好像很专业能做出包来 听说樱桃市 并不喜欢逛商场 但是特别喜欢到全世界各地的 这个跳到市场去买东西 对 我觉得独一无二吧 我喜欢那些老东西 就像涂涂说她自己做的那个 那是她一针一线缝的 她觉得有故事 我觉得别人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也一样有故事 来拿一下 那个樱桃葱跳到市场买 都会有意思的东西 对 这个是我前两天去双朗 然后那边的白族 双朗 就是老的 这个是我当时 因为我带一个很小的箱子 这是我拿回来的两件 你要不要试一下 好啊 套上看看 套上看看 你先来看家派对就穿这个 我今天没想穿这个来的 漂亮吗 漂亮 就是这个衣服 但是大家看一下后面的这个 这个是 你说这个是老的绣片是吧 对 叫打子绣 对 她也知道的 对 打子绣 你就这么穿着很好看 对 我就本来 说两句话特别有风情 是 这女人的味道特别有味道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一件绣品 而且现在可能好多这种绣法 都失传了 对 没有了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是 还是收一点少 别把人衣服称坏了 不会 嗯 合适 披着 好 这里还有一件 这叫捐绣 这个不一定很老 但是现在这样的绣女已经很少了 发现她的过程 我觉得比拥有更有意思 她们就是小摊嘛 然后我去买 她摊上是没有所谓 她们认为是挺好的东西的 但她看我真喜欢 然后也会买 然后她就跟我约了时间 到我的酒店晚上背了一个框 然后她把那个框拿开 拿出来的时候 有好多好东西还在路上没到 就是 你会很惊讶 其实 但是我有两个朋友 女朋友跟我一起去的 她们就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然后我自己的 然后很开心 她们就没感觉 她们还会说 Logo在哪里 Logo 那倒也不是 Made in 她只是不知道拿来怎么 干嘛 但是我就自己喜欢 然后过程中就会问她们 这是干嘛干嘛干嘛的 然后你就会也学不少东西吧 然后那个人就跟我讲说 其实 包括那个 我住的那个酒店的老板娘 说她说老东西新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些东西快失传了 对 如果还有人买 就会有人再继续做这件事情 否则 没有秀女了现在 因为大家觉得 这个事情生活不了 是的 来导演拿下去吧 谢谢 谢谢 好 本来会由 夫妇领导品牌 孙思妮独家冠名 孙思妮只为你守护 自然之美 我们今天其实请两位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部戏叫 我为儿孙当北漂 写北漂特别多 但这个是为儿女 就讲到了北漂一族 然后父母 过来的很多故事 很多 我很多的好朋友 他们就现在北京 待了两三年以后 他们爹妈也到北京 来跟他们一起生活了 其实爹妈也成了北漂了 徒宗颜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是北京人 其实我是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我从出生的那个妇产医院 然后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工作单位 都是在独乘区 所以 其实在你十八岁之前 你没见过什么世面 就特亏嘛 那你考东西 是不是也是当时就想 我住东城区 看到东城区 这个胡同里面有 那我就考了这话 我阴差阳错的 我是原来一直想学经贸 后来高三的时候突然 不知道哪根筋抽上了 那时候有一个比赛 就是那种 叫什么 叫奥运先生风采小姐 大赛 就是那时候要 有印象 我有印象这个 这个在北京还挺热闹的 对 他那时是北京征办 两千年奥运会 没征办成功那季 要征办成功了 估计能提早 那个出来点 后来就参加那个去了 结果 出声牛都不怕虎嘛 就一下就混进决赛 得一个第三 然后又参加了一个叫 香港英皇金如斌的唱歌比赛 又混进全国决赛了 正好这俩比赛中 有一个评委是中系的老教授 他去 他都去了 我也都去比赛了 第二次碰见他就说 小伙子 你又来了 有这能力 你考考我们学校吧 后来我说您是 他说中央戏剧学院 后来我就试了一下 赌一把 我说能上就上 考一次 能上就上 上不了我继续考我的经贸 一考就考上了 刚好我们真的还有 这两个比赛的VCR 大家要看吗 对 看点大屏幕